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内拿了这么多个奖价还不算什么 因为网友把周深拿过的奖总结了一下 发现可以用拿奖拿到手软来形容 除此之外周深去年发布了大量歌曲 加起来可能有30多首 而今年才过去20多天 周深就已经发布了多首新歌 可以说周深发展得非常好 又是拿奖又是发新歌了 取得了让人羡慕的成绩 这样的成绩太过于优秀 太过于吸引人 也值得粉丝们骄傲和自豪 因此在网上看到的基本都是 粉丝在晒周深取得的成绩 可是别只看到成绩啊 这些比起来成绩更应该被关注 周深凭什么取得这些成绩 是出道就如此吗 并不是 周深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能够如今的成绩 和他对于音乐的热爱 对于粉丝的珍惜息息息相关 唱歌的歌并且为此感到幸福 周深经历了小有名气到默默无名 再到小有名气再到大红大紫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啊 周深一直坚持对音乐的热爱 这种热爱不是说手而已 而是用行动不断的提高自己 不管是在唱功上 还是对音乐的理解上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 不管任何的阶段 周深都想要唱更多的歌 并且把作为歌手 当成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周深火了之后 一年发布的歌曲 相当于是三张传辑 而一年里吧 能够发布一张传辑的歌手 现在都很少了 毕竟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之下 录制歌曲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磨合 当于歌手火了之后 资源会越来越多 而这些资源呢 不仅包括歌曲 还包括其他的很多方面 很多时候录制歌曲的收益 可能远不如其他的收益 有些歌手火了之后 新歌可能就变少了 一年有几个 一年有几首就很不错了 其他时间都用在了 获得更多收益的事情之上 而周深却反其道而行 火了以后呢 发布的新歌也变得更多了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 新歌变多 意味着周深在录制歌曲上 花了更多的时间 也意味着周深可能会放弃 更多任容易获得收益的机会 唱更多的歌 并且为此感到幸福 可能是周深如此去做的原因 真是哪个粉丝 周深不是一开始 就有很多粉丝的 他的粉丝是一点点张起来的 周深经历过不火到火的过程 因此他非常明白 有一个人喜欢自己唱的歌曲 欣赏自己唱的歌曲 是多么的不容易 也就可以更加珍惜这种得来不易 我对周深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呢 是歌手当大之年当中 周深为他的粉丝演唱了一首歌曲 歌曲名叫 有可能的夜晚 周深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的深情 依然让我记忆犹新 可以感受到他对于粉丝的情感 这种深情并没有随着周深的大火而消失 而是一直保持 即便如今周深很忙 他每次发微博还是会和粉丝互动 而且不是紧紧淡淡的回复哦 是非常肉心的回答 不是只回复几个粉丝 而是回复很多 看下去很容易 但是能够坚持做下去真的很难 只有非常珍惜粉丝 愿意和粉丝分享才可以如此 可以看出来传奇的背后呢 是周深对音乐的热爱 为此他放弃了很多 是周深对粉丝珍惜 为此他多做了很多 这些才更应该被关注 时光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